今天的视频主题还是开箱分享 其实这些都已经分享过的 但是不少的新毛粉朋友没看过 所以咱们再次分享吧 虽然是多说了些 而且视频的内容也不丰富 2018年的咖啡机毛毯 很多毛粉朋友买毛毯 生肖颜色毛毯 就喜欢测试那个套装的 来我们看咖啡机 这个颜色只有在2018年才生产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完这个酒的之后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酒的一些 来女客的故事 失望品上都好 好嘞 品上完美 来也得过来特写一下 这款酒是我认为在毛台 颜色毛台里面 仅次于绿 不是绿毛是那个紫色是吧 最好看的这么一款 为啥呢 那我们注意看 那我们看这个钱标 首先钱标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 它是考标 而不像其他的吧 是贴纸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平整 而且光泽度少少都很好 哎呦 有的时候这个娘帽台居然去调盐子去了 应该是好喝才对啊 那么还是继续 那么第二呢 注意到没 你还发现有个什么区别吗 标很大 它这个标啊 非常大 是全部覆盖完了的 那其他的毛台 就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就很少很少 大标全部覆盖住 然后背面 然后咖啡精的颜色 对于这款酒呢 我们再来和朋友们绕云绕 这款酒虽然是2018年就生产了 但是它第一次流通到市场上 是2021年的6月份左右 2021年的年中 那一次放出了 主要是两款产品 第一是咱们这个咖啡精 第二是2018年的中国龙茅台单支的这个 在此之前 就2021年半年年中之前 朋友们还记得中国龙茅台是多少钱一瓶 16000 17000 对吧 那时候大家以为就只有2016年才生产的中国龙单支 然后随着2018年的中国龙单支上市了之后 就从那个茅台纠缠里边放出来之后 把那个价格直接打腰斩了 从16000 腰斩8000多块钱到9000块钱区间 您看这个谁知道 之前大家都是这么宣传的 但是谁知道这个茅台酒厂里边还有裤子 所以这个呢是和那个一起来的 第三个小信息呢 其实那一次茅台还给经销商放了一些货 不过呢是一些大件的五星茅台 我当时放给经销商的打款价是3599来着 3599还是4299 但是应该我记错了 应该是3599 然后中国龙单支给经销商的大概是4299还是4499 我记得不太清楚 就大概是怎么回事 你想这个给的价格是贵一些 所以酒汁应该是要更好一些的 这款酒没喝过 我们有一瓶 两瓶喝瓶 因为之前漏了 所以呢 特别会有机会把这款酒的酒汁测评到 到测评的时候 再把酒汁的情况分享给大家